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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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台灣人的話通常假期都不多 那我的建議就是你可以得到最多的假期就可以去 那最少我們的建議是最少要五天 當然是越多天越好 不過一般人的時間有限 就差不多像一段四天上面的五天 或者是六天的行程 我覺得就蠻適合的 去多吃一點這樣 我覺得主要是第一看你有沒有時間自己規劃 第二就是看你是要自己去還是跟家人去 如果你是要跟那個千萬不可以吵架的家人的話 當然就是要跟團 除了你是去滑雪之外 其他我都覺得 我覺得跟團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春夏秋都大 就是不同的美 畢竟它是距離台灣比較北邊的地方 那雪景就是台灣比較少見的 所以我個人是最喜歡白色的北海道 春天的北海道它是粉紅色的 因為它是有櫻花 然後夏天的北海道它是五顏六色的 因為有很多不同種的花像群藝草那些的 然後秋天的北海道它是紅通通 因為有很多的枫葉可以看 然後冬天就不用說了 然後冬天的話就是一整片是白色的雪果 先看你想要什麼 像我個人是很喜歡大自然的行程 那我就還蠻喜歡道東或道秧的 因為道東跟道秧是房子比較少 那以前都是只有原住民為主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北海道的話 我也推薦道南 因為道南的話 車程相對點跟點的距離就比較近 如果是道東或道秧的話 隨便點到點都三個小時起跳 身為一個台灣人可能會比較不習慣 我覺得怎麼走都好 但是我這邊比較喜歡 最後一天是待在渣黃 也就是說從北海道飛回來 是從新千歲機場飛回來台灣的 因為最後一天晚上通常 比較沒有時間的限制 可以在渣黃的時期玩得比較晚一點點 買東西啊吃東西啊 或者是去體會一下那個渣黃 它熱鬧的夜生活 團費當然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我個人會建議大概四萬塊到四萬五個行程 會玩得比較舒適一點點 因為如果像有的比較便宜一點的行程 它可能盤的餐比較少 或者是住的飯店離市區比較遠一點點 或者吃飯的品質就沒有到這麼的穩定 客人推薦的是六花亭 它裡面有一個藍莓葡萄奶油夾心餅 另外還有它裡面有一個六種顏色的酒糖 長得就像是跳棋盤那樣子 女生都很喜歡 那個拍照很漂亮 因為現在大阪東京其他的地方都不能直接帶螃蟹回去 所以說我去北海道的話就是固定都會帶螃蟹回家 或者是昆布的衍生產品 比如說昆布的懶頭髮 因為現在大部分什麼泡泡懶都是化學的懶劑 那純自然的昆布懶就是完全不會化學跑到頭裡面 就不會有任何致癌的因子在 北海道真的是到哪裡都可以看到海鮮丼 就是丼飯上面就是滿滿的全部都是海鮮 就是看到那個海鮮丼真的覺得很感動 在台灣的海鮮丼可能就是兩三樣就已經很多了 就是說種類日本的北海道的話就可以到很多樣 然後那個新鮮度是真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愛吃海鮮的人一定要去北海道 個人比較喜歡湯咖哩 它跟一般咖哩比起來比較沒有這麼的濃稠 算是我每次去北海道要離開北海道之前都會去吃的食物 我個人還滿喜歡卡拉妹的頭媽母 它算是卡拉妹系列裡面最新的在日本的度假村 蓋得很好滑 進到裡面的話它非常非常的國際化 又有公來自世界各地的樣子 晚上有吃到飽的嘛 那又有秀可以看 那最重要的是外面在下著雪 那它有一個人造浪池可以在那邊玩水 另外還有一個愛吃寂寞人的城 那邊怎麼拍都好看呢 四季的美感教科書 四季的美感教科書 北海道就很像是大自然的科學教室 第一它就是美然後治安又好 而且它有溫泉 都是度假一定要放鬆 如果你像我一樣是喜歡看大自然風景的人的話 北海道是超適合你的 你想學的時候 你大概是不會在那裡 有其他就是你 或者你的美感 或者是他們會保持的 又相約都才會看大自然風景的人 翔哥 你應該會看大自然風景的人 你會看大自然風景的人 你會看大自然風景的人